巨大飞天车缓慢升空 在机场上方盘绕出圈后平安降落 为了打造都市型空中交通系统 推动空中计程车等运输工具 南韩政府在金浦机场 举行综合验证活动 据了解空中计程车 预计能载5名乘客 从金浦机场到江南 只需要10分钟 可以在机场预约和买票 预计时速最高达230公里 它是很好的感觉 它是一直在飞行 尤其是这种新的飞行 它是非常不同 比飞行船或航空 不止南韩 美国欧洲等地 也都着手研发空中计程车 等未来型空中交通工具 南韩交通部预估 达成这种都市型空中系统 比起现在乘车时间 要大大减少约40分钟 初步预定三年后开始 主要作为首都与附近 主要机场间的空中计程车 2035年开始在全国营运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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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三年人